你却总在争吵以后 对我说分手 你却又在寂寞时候 对我说爱我 你从来都不成我 我应该在心寻当中 我心寻之前去心寻之前 录了一首歌叫做你给我的爱 这首歌是何俊敏老师写的歌曲 其实这首歌是我四年前来到台湾 然后又唱过这首歌录过这首 那其实那个时候 不懂得唱这首歌 怎么讲就是没有很深入的感觉感情 所以那个时候自己也觉得录得不好 唱得不好 那经过最近就是发片 然后这一年四个月当中 因为大家给了我很多的爱 比如说 像大家 我做错事 大家会提醒我 然后 甚至 比我还要生气 如果唱不好的时候 那 那 我寂寞的时候 也是 大家给了我很多的 爱 让我 让我 让我觉得 不孤单 不寂寞 那 其实这首歌也是在 讲 歌词里面的内容就是 你给我的爱 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像大家一样的 对我的爱吧 那 希望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听到我的音乐 我的声音 这首歌曲 希望大家也感受得到 我对你们的爱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虽然唱得 也还不算很好 但是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 我希望 当冰丸回来 陆陆续续 应该有 接下来的 第二张专辑的 歌 我都应该 会 开始录 那 也希望大家 期待 然后 我在部队里面 应该很想念你们 好 爱你们 拜拜 有 有 有 不 有 会